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领表登记,投入党内总统初选,总统蔡英文预计明天也要登记,党内忧心两人相争,恐造成分裂。 行政院前院长刘锡坤在脸书说,乐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初选有竞争,因为有真正的党内民主,自然就会有真正的团结,一个健康,民主,成熟的政党不会畏惧党内初选, 不然就不会早早制定一个党内初选办法在那。 邑锡坤说,面对党内初选人选不止一个,有人意外,有人忧心,团结很重要,但往往成为既得利益者保护自己而加诸于人的枷锁,走过威权政治时期的人都知道,在那个追求民主自由的年代,那一次选举国民党不打恐共团结牌, 邑锡坤呼吁,相信民主吧,细者有言,抑制民主之弊,唯有更民主,民主是民主进步党的核心价值,遵循民主程序下的良性竞争是好事,党内初选除有助国内民主政治更成熟外, 对民进党面对2020大选也有正面功能,例如,友谊政策辩论与对话,选战组织热身与演练,人选检验与择忧,极拟拒党内共识等,提供人民选择的机会是民主政治重要的核心内涵受过越多次民主程序起练而出现者, 光往更知道谦卑,更能接地气,邑锡坤说,民主进步党既民主又进步,是华人世界第一个民主政党,良性竞争,候选人及其团队的自我约置之为重要, 希望这一次的党内初选能有真正的君子之争,成为台湾与华人世界民主政治的典范,供免之,何哲新,台北报导想知道更多,一定要看, 陈局左语亲戚便当会成员判断赖清德出选迎面大帅, 旁客官兵演训八卦山保卫战歼灭敌军夺回主控全韩国瑜,刘洁一下门会,韩, 只谈经济不碰政治蔡英文登记总统出选后就出访卓容派, 判言后协调时间看了这则新闻的人,也看了,回应朱立伦愿当副首说韩国瑜, 党内还有其他优秀同志韩国瑜怒斥走腿官员什么态度, 当事人露面坦诚施太新身份证你拿掉国旗篮尾激动哭诉, 伤了全球侨胞的心,想当好评有一会员快注册免收费, 不注册会后悔,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tw.adai.ly-ml924upcsu 关键字赖清德蔡英文2020总统大选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相关新闻